上个视频你已经学过 正弦令里就是A比3A等于B比3B等于C比3C 这个视频咱们再来讲讲如何使用它 比如三角形ABC中 角ABC所对应的边分别是小A小B和小C 如果3A等于2B 你知道2倍3B的平方减3A的平方 再比上3A的平方等于多少吗 看条件 它可以转化成A比B等于2比3 这是两边长度的比值 但题目要求的却是它俩对角的正弦的比值 这可咋办呢 根据正弦定理 咱知道3A就等于2R分之A 3B就等于2R分之B 如果把它俩都带入这个式子 化简整理一下 那分子分母的4R方就可以约掉 此时这个式子就变成了关于边长度平方的比 因为A比B等于2比3 所以不妨设A等于2B等于3 带入这个式子就能得到最后的结果 也就是2分之7 解决这道题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角的正弦值的比 转化成边长度的比 其实这一步还可以更快一些 这个式子有个特点 上面每一项都是三弦值的平方 下面每一项也是三弦值的平方 所以像这样的其次式 你只要用A替代sinA 用B替代sinB 直接就能算出答案 看来如果式子是关于角的正弦的其次式 你就可以直接用边长来代替角的正弦 刚才的式子只和角有关 你已经会做了 那如果式子中既有边又有角 该咋办呢 比如三角形ABC中 如果角A等于60度 A等于根号3 你能算出sinA加sinB加sinC 分之A加B加C的值吗 这里既有边长度的和 又有角正弦值的和 简直没法算 咱得想办法把它转化成一种形式 比如把所有边长度都转化成角的正弦值 根据正弦定理 咱知道A就等于2R乘sinA 同样的B就等于2R乘sinB C就等于2R乘sinC 把它们代入这个式子 就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这里都有2R 可以直接提出来 约分之后就只剩下2R了 不过问题来了 这2R到底等于多少呢 根据正弦定理 2R就等于A比上3A 看条件 这个角A就等于60度 这个小A就等于根号3 算一算得2 所以这个式子最后的结果就是2 发觉没 2R有时候在化解时还是蛮好用的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在求有关角正弦的笔值时 关键要灵活应用正弦定理 不过你别忘了 这里还有一个2R哟 它的值就等于边长度 比上它所对角的正弦值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就赶紧去刷题吧